小高介绍 为了脱毛 他在网上找到了一家名叫 优慢专业男士脱毛身体管理的门店 今年1月10号 他在这里办了脱毛服务的年卡 他是一年之内 就是到了脱毛的周期都可以做 超过一年就失效了 大概多少 多久一个周期呢 就第一次第二次 可能是隔个二十多天 然后后面是 差不多是隔一个月左右吧 那你在这边做了几次 我是在这边做了两次 这家店在杭州上城区三花国际大厦四楼 记者来到店门口 没有看见任何招牌 小高敲了敲店门 没有人应答 小高说 当时没有和店里签合同 只做了记录 客户信息档案记录显示 小高购买了四个脱毛项目 加起来一共是五千元 操作师名叫KK 1月10号是第一次做我们下午 然后第二次是1月31号 中途第三次做的时候就联系他们 当时因为我在外地嘛 然后他说刚好赶到他出差 然后第三次脱毛是没有做的 做第四次脱毛周期的时候联系他们 3月30号 他们这个就是还是原来的微信号吧 他就找我核实信息 小高说 3月30号他跟之前对接的微信号预约脱毛 结果对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询问起了年卡信息 并告诉他 之前的操作师KK有事 不在 小高说了自己的年卡信息后 对方给他安排了一家 名叫舒派曼皮肤管理中心的店 小高说 这家店在三花国际大厦11楼 他又在这家店做了几次脱毛 我之前去第二家店做的时候 我还以为就是他们是一起的 合伙人之类的 去他们家一共算的话是做了四次 第四次的时候他才跟我说 他说就我的信息没有 第一家店没有转给他 就我的5000块钱年卡 年卡的钱没有转给他 小高说 7月6号他向之前联系的微信号预约脱毛 没有回复 7月8号他又跟舒派曼微信号预约 对方告诉他 已经不接Uman的客人了 还告诉小高 他们也联系不上KK 并表示他们跟Uman不是一家 之前跟KK的合作也是口头上说说 KK没有给他们钱 之前给小高免费做 是因为KK还联系得上 小高想继续做脱毛服务的话 要交300元手工费 小高说 当时他付了300块钱 在舒派曼做了第四次脱毛 这样收费 就肯定是对我不合理 是吧 我之前都充了5000块钱年卡 虽然是充了第一家店里面去了 但他跟就是第一家和你们没有对接好 是你们的事 到现在为止 小高总共做了六次脱毛 离年卡失效的时间还有五个多月 他越想越觉得所谓的手工费不对 小高说 他把情况反映到了市场监管部门 还是没有联系上Uman 但舒派曼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他 退回了这个300元手工费嘛 然后他就让我撤销投诉 他说可以免费给我做四五次脱毛吗 在联系他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 可以给我退1000块钱吗 他说这个 因为他们家 他说开不下去了 就这种脱毛 他没办法帮我做了 免费做了 当时我就说 我考虑一下吧 找到位于三花国际大厦11楼的舒派曼门店 小高按了几次门铃 没有回应 现场又拨打了两家门店联系人的微信电话 都没有人接听 记得通过小高的微信留下了联系方式 截止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